中秋提前尚爱心,北岸町農会加进坊 今年营销发动製作卫变,分散给留学中拔 非洲加进坊的妈妈听到農会需要卡手 一早就放下手,比演讲座新冠来到三天 学习啊,很快乐啊,成长啊 農会很忧心啊,都会想到我们这些高龄的 我们就来响应,我们就是送爱的蛋黄书 到我们北岸所有的独居老人的手来 希望祝大家的善良 看能够这些社会越来越胸和 希望所有人都有一个善的循环 因为我们每年的关怀里 送给我们的独居长辈,北岸町目前有80位长辈需要服务 所以我这80份,我就是在这下个礼拜会 陆陆续续续送给我们的独居长辈 今年中秋夷都会介绍提心 製作了人所的新本业队的提高 不过北岸町農会同样,用料澎湃 不需要让爱心减重 跟所有材料、跟方培 都是因为麻麻的爱心,跟我们浪的麻麻的借口 虽然材料那么贵,不过我们也是爱心不减价 因为这围边是会分散 让老大人加上现代人童调健康 北岸町农会也打新设计 用隔油隔糖的方式製作 和这围边平常到温暖煮味 也健康无负担 以往都是用,像去年他们是用酥油 那个比较不健康 然后这次改用无水奶油 无水奶油的价钱是比酥油贵好几倍 这次我们总干事他不计成本的 因为现在我们吃的方面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食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爱心的蛋黄酥 主要就是少糖、少油、滴糖、滴盐 要让我们所有的中价吃出健康 北岸町农会加进班年里中处 用选择去製作上违变爱心行动 让加进班的妈妈不得太感受到中处气氛 也好他们在农会欧队的好处 跟町来留学中处分享 接着散播